大家好,再次回到我們的課堂上第二堂課 我太太說我的頭髮早上看起來很糟 抱歉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冥想 冥想開始之前 想給各位看一個照片 我不曉得 我喜歡在宗喀帕大師的書裡面去找一些很棒的點子 但我也喜歡找一些甜點 對我來說,甜點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日本的時候,在疫情之前,我去了日本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Sophie Zhao和他的先生一起去用晚餐 然後還有Standy跟Alison一起同行 我們吃了日本的蕎麥麵 然後還有玉籽 玉籽燒 玉籽拉麵 我知道中國有另一個油籽 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玉籽也是來自中國的名字 但是是不一樣的東西 是特別的 如果你很幸運的話,你會去到日本的這個餐廳 然後你可以點到這個玉籽的蕎麥麵 我有在我們這邊的超市找到 真的是很好吃,挺美味的 這個就是我在日本的餐廳的時候跟我朋友一起在東京的餐廳 他們帶我去用餐 然後要上甜點的時候,這是我最喜歡的時間了 他們就說 讓我們一起來吃玉籽吧 我就說,我想要吃抹茶冰淇淋 你會喜歡的 然後我內心就有一個很大的衝突 很糟糕的衝突 我真的想吃抹茶冰淇淋 但是 你沒辦法說你已經活了快七十年了 世界上的甜點都嚐過,是不可能的 我就想說,讓我吃抹茶冰淇淋嗎? 然後他們就說,笑笑,不要這麼固執 就試試玉籽吧 我就說,好吧,那試試玉籽吧 然後,很不可思議 真的是很難以自信 現在,我就試著去找,看看我能不能在網路上找到玉籽 看看有沒有人會從這個玉籽帶來亞利桑那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我要說的意思是,這整個僻靜 這整個僻靜的用意就是要讓各位去嘗嘗新的事物 然後你會喜歡的 我們要用十種不同的方式來吸引各位嘗嘗玉籽 冰淇淋 我們要用十種不同的方式來嘗嘗玉籽 我會嘗嘗玉籽 哦,拜託啊,嘗嘗看嘛,不要,我不想要 拜託試試看吧,試試看吧,你會喜歡的 然後我記得,我就吃了一口 然後我就說,哦,忘了抹茶冰淇淋吧,算了吧 現在我要的是玉籽啦 我要的是玉籽啦 拜託不要寄玉籽冰淇淋給我,我的冰箱很小 每次我上完課,可能就會有二十個人寄玉籽給我 然後我的太太就生氣哦,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在吃冰淇淋哦 所以各位就嘗嘗吧 用十種不同的方式來品嘗 來品嘗一下,用十種不同的方式 好,我們要來做玉籽的冰箱 要開始囉,玉籽冰箱 準備好進入冰箱的狀態 我們會快速地來看一下這些影像 現在各位是很認真的道士地的修行者 你們可以做十種 你可以在心裡過一下這十張圖片哦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試著把這個菩提心啊,生治在你的心中 然後我們希望在你心中能夠產生這樣子的一個道路哦 然後能夠連結,這個就是冰箱的意識 我們要把這個矽膠黏上去 然後讓你的神經產生一個特殊的迴錄哦 所以從網路上的照片先開始哦 然後把這些照片烙印在你的腦海裡 之後這就會變成你的反應哦 這就是冰箱 所以第一張照片,請幫我放 就是網球選手 就試著去嘗嘗這個菩提心啊 為什麼? 因為你會加入這個VIP的俱樂部啊 然後能夠穿越在這個星球當中哦 所以不要忘記哦 去嘗嘗這個味道哦 這整個辟箱的用意就是讓你去嘗嘗這個味道 下一個辟箱呢 就是怎麼做到 這個辟箱呢 就是讓你去品嘗一下,讓你試試看 你會喜歡的 為什麼? 十個理由啊 第一個理由是什麼? 就是你加入了一個新的團隊哦 你會成為這個最有價值的這個球員哦 Pachi哦,我知道你是阿根廷人哦 你一定有喜歡的足球隊哦 那昨天那個球隊表現得不是很好哦 總之,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團隊哦 好,第二張照片 畢業照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得到了一個新的名字啊 VB 你會被簡稱為菩薩哦 人們就會稱你菩薩 這個對我來說,嘗嘗不錯哦 我想試試看哦 這就是我們的用意 第三張照片 就是鳥跟太陽象徵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比其他人來得更為閃耀 比其他人來得更為閃耀 所以我們指的那些好人是什麼啊? 就是身文的人還有中佛 你會比他們更為閃耀 他們是很特別,很美哦 就像鳥一樣哦 然後他們... 但是他們跟太陽完全沒得比哦 好,第四張照片 咖啡廳,為什麼呢? 人們服務你的時候就能夠種下很好的種子哦 這不是很好嗎 就是當人們給你一杯咖啡的時候了 然後他們就不需要種種子種十萬年哦 這是挺酷的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冰淇淋是什麼口啊? 玉子冰淇淋哦 不記得名字就很難去下單哦 下一張照片 超級有效率 就是不要再一顆一顆的手剪石頭哦 如果你想要累積好的善業 你想要累積足夠的善業 讓自己能夠有佛的身體彩虹身哦 那麼就是想辦法弄一個機器哦 就不要一個一個石頭去剪了 那這個機器是什麼呢?就是菩提心哦 那這個機器是什麼呢?就是菩提心哦 玉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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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張照片 蕃茄字 不要在那邊哦 然後用蘇打水想辦法去清蕃茄的字哦 不要在那邊哦 然後用蘇打水想辦法去清蕃茄的字哦 就把這個蕃茄字送到太陽那裡哦 那這個會瞬間摧毀這個汙子哦 下一張照片 深圳 深圳 你可以輕易地創造所有一切你所想要的 這個是我們的第七個利益哦 玉子冰淇淋的第七個好處 下一個坦克車 完全地保護哦 你很像在一個金剛泡泡裡面 所有的問題都傷不了你的 第九個 你站在這個山頂上 你很輕易地 你很輕易地完成了兩個 兩個 你很輕易地去到了輪道的第五個 最後一個 你會成為一個生物土壤哦 成為全世界的生物土壤 真的 你會成為這個超級肥沃的土壤哦 成為全世界的超級沃土 你會成為這個超級肥沃的土壤哦 成為全世界的超級沃土 因為你這個土壤呢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得到餵養哦 然後你是很安靜的 然後呢 就是在這個稻米田下面 沒有人注意到你 但是總是在幫助所有的人幸福快樂 好嗎?這是好的玉子嗎? 好,很好 好,記得我們要來做冥想了 記得哦 我們的目標 是要去記住這十張照片 你可以選一個故事 一個重要的事件 你生命當中一個重要的事件 比如說你生了孩子 或者是你高中的重要時期 或者是你成長的城市 四處走 我都知道附近的環境 所以第一張照片是出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然後呢 你說我怎麼知道我跳過啦 因為我沒有辦法從這裡到那裡啊 這中間一定得經過哪些點啊 這就是我們怎麼去連結 好,開始囉 我要來作弊哦 我要在電腦上面有照片 好,開始了 請坐直 放鬆你的前額 輕輕微笑 深長的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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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十次的深吐氣,直到你的小腹萎縮 好,開始了 讓我們來回想一下菩薩的十個好處 第一個,妄球學的十個好處 第一個,妄球學的十個好處 加入了新的團隊 菩薩的團隊 把這個好處,這個照片深植入心 每一張照片我們會停留十個呼吸 把這個感受深深的烙印入你的心裡 把這個感受深深的烙印入你的心裡 世上只有少數幾個人 可以穿越星球 可以跟星球中所有的生命連結 你會得到一個新的名字 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是什麼呢? 一頁照 你會得到一個新的名字 比格西邁可更好的 是麥可菩薩 這個名字很適合我 這個名字很適合我 是麥可菩薩的一項圈 是蟻的一項圈 最寂寞是一項圈的感覺 變得遠的一項圈 鸟跟太阳 世上有很多美妙的人,他们确实很美好 但是穿越在宇宙当中帮助数十亿的生命,这是不同的一回事 谢谢大家 下一张照片 咖啡厅,对吗? 是的 成为一个肥沃的业力对象 当人们对你微笑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十年开心的时光 雷听咖啡厅 假不禅我 我闹 apostle 你们 Jaap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现在的照片 下一張照片 鑽石山的一台機器 非常有力的機器 可以大量的收集,很輕鬆的收集業力 這個回音進去 太盜營 其實在這裏面 punch 但是有點不響 我覺得他們多次是 這些電視片 什麼都放在山上 不會有的 現在是 下一張照片,蕃茄污漬 把你的壞的業力送到太陽的中間,摧毀它們 瞬間摧毀 惡業無法停留在你的心中 當你的心中想著是所有的無數的眾生的時候,惡業無法停留的 每一張照片,深圳,很漂亮的摩天大樓,公園 任何你所想要的事,任何你所想要做的莊阿 任何你所想要成就的事,都從菩提心開始做起 神經病 第八章照片,坦克车,你坐在一个安全的坦克车里,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你是完全受到保护 我可以看到其他人正在受苦,我对他们有彻隐之心,但这些苦难触碰不到我的,伤不了我的 下一张照片,山顶上,我可以赢 去到这个菩萨的最终的这个究竟的第五道的舞蹈 最后一张照片 很大的一个山谷,充满了谷物,我就是那个肥沃的土壤,所有的生命都是由我而来的 因我而得到位一样 对 对 感谢观看 慢慢地张开你的眼睛 伸展一下,Paula将会给我们看一下玉子的照片 这就是我们这整个僻静的一个主题 来吧,来尝尝吧,尝尝 之后就说,哇,下一次我去日本餐厅的时候 我一定要点这个,其他的我都不点了 现在我真的饿了 好,让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不要忘了要连结这些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连结你生命当中所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这个会帮助你更轻易地记得 好,让我们来看看 好,我们同意哦,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佛是什么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说中 一半的半佛,中佛的半,中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都看到了空性 而且他们所见的空性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中佛呢? 一半呢,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已经练习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然后他们已经成就了很多 但是他们所没有的是三秒三菩提 他们不是完美的佛 他们没有的是 他们缺少的是 是他们没有的 福德和智慧的资量 这是他们所没有的 他们并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彻影之心 然后中喀巴达斯加了一些解释 他们没有彻影之心 他们对所有的众生没有彻影之心 他们并没有总视对众生有彻影之心 他们并没有总视对众生有彻影之心 他们对所有的勇情并不总视都有彻影之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一半佛 然后他们没有的是 他们不是一切片智先生 他们没有办法 完全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 因此 他们是 半佛 半佛 一半的意思 就是 中喀巴大师说 他们就是 不能跟究竟的佛陀相比您的 所以英文有一种很接近了 但还不到位 很接近了 但还不到位 好 这就是我们的照片 一半 他们就只有在半路而有 所以我们的绿色就是深文 中间黄色就是半佛 然后红色这边就是究竟的佛陀 那所谓的半佛呢 他们还没有去到最终的旅程 下一个 断落 有个人 他就提出来 就有个人 他就提出来了 我常常看到这个人戴眼睛 他就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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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当你说佛陀的时候 然後 他们已经完满了智慧的资粮 那你所表达的意思是 若遭遭巴巴巴格陀道 如果你住在寺院的话 你就会知道 在四月,我們就會學現光莊言論 然後裡面有一個寄送它的意思是 他們特殊專長的這個部分呢 他們看到的這個空性 他們所擅長的是看到事物的空性而不是主體的空性 是不是看到筆的空性更為簡單呢? 還是看到人的空性更為簡單?哪一個比較容易? 看到物件的空性比較簡單 還是看到主體的空性更為簡單 所以這就是在DCIA裡面我們用物體的筆來教授 我們用筆來教授空性 因為一般來說,外在的事物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比較容易講解當我們在談論空性的時候 所以,彼勒還有這個無助呢? 他們... 無助呢? 他就是把彼勒所說的話都寄下來 他是他的秘書 所以其實他所寫的實際上是彼勒所教授的 彼勒說很重要的是 要去理解 去了解物件的空性相比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這個空性跟人的空性有差別嗎? 我們說沒有,沒有差別的 但是有一些下部派的學院他們說 他們開始這麼說的 噢,彼勒說 他教了不同層次的空性 他們在說的是 只是一半的空性 那不是全部的空性 筆的空性 只是一半的空性 因為只是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他們就說 有一半的空性跟全部的空性 因此 所以他們被稱為半佛 他們為什麼被稱為半佛? 意思是 他們只有看到一半的空性 你知道嗎? 他那個人就是在誤解Maitreya 他是壞人嗎? 就是,他們看到一半的空性 你知道嗎? 他是壞人嗎? 不是 就是,下半部派的學院他們都有這樣子的認知 他就說 他就說 誰寫的啊?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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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寫的啊? 什麼意思呢? 誰? 他是在引述誰啊? 他在引述的是誰啊? 他在引述的是誰啊? 是無助在引述嗎? 不是啊,無助只是秘書啊 Maitreya 他寫的是誰的教授? Maitreya 你覺得Mita會相信只有一半的空性嗎? 你覺得Mita會相信只有一半的空性嗎? 不要隨便亂引用Mita 他就有點沮喪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 我們說他是半佛 不是因為他們看到一半的空性 不是因為他們看到容易的空性 因為根本沒有這回事啊 是不是看到彼的空性比較簡單 比看到人的空性簡單 是的 但是他們本質上有不一樣嗎? 就是我們說的 Cardin廚房裡沒有老鼠跟Jordan廚房裡沒有老鼠 這兩個有差別嗎? 沒有差別的 是不同的廚房 但是沒有老鼠的這件事情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會說 你只要廚房裡有老鼠 那就是有老鼠哦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些 我們要試著去理解 這個樣子的一個概念 有人啊 佛陀啊 佛陀 因為佛陀所以才有身文跟讀訣哦 半佛 那佛陀它是怎麼來的啊? 它是從哪裡產生的啊? 下一張照片 我一直試著用這樣的照片 你究竟多少的空性 你看到多少的空性 如果你不是菩薩的話 你看到多少的空性呢? 就是百分百的 你看到百分百完全的空性哦 好,這就是我要說的 或許我可以再找到更好的照片 可能我那時候累了 然後Tsongkhapa當時就說 順帶一提啊 岳稱大師也說 他在講述這個時候 他也提到啦 他說啊 半佛呢 不是真的指 50%佛陀的一半哦 這個半 半是指說他比這個身文的人還好 一半哦 不要覺得他是有瑕疵的哦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因為他比那個身文的人還好 所以我們說他一半哦 所以不要覺得那個半哦 是他只有佛陀的一半哦 我們應該要想的是 這個半佛呢 是他比這個身文還多了一倍哦 的利益 應該是要這樣去思維哦 把思考這個半哦 就是擴充 他們擴大了他們的練習 他們擴大了他們的練習 哦 好,這裡我們再來看張照片 好 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擴充 擴充到更高的地方哦 然後呢,他是在半途哦 我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幾張照片 然後他就提到了啊 還有時間嗎? 耶 耶 我們應該要講到一個段落 因為在最後的課程我們會來做迴響 我可以唱這樣子的一個寄頌文 這個就是寺院裡面的孩子他們是這麼唱頌的哦 他們的聲調就會是這樣 你們知道你們在唱什麼嗎?不知道 他們就是這樣子來最後達到格式的學位 我們說到了這個兩個資料哦 福德跟智慧的資料 那格式老師前幾堂課也有講過 當我們在講業力的時候 佛陀的業力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佛陀它有種下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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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業是不好的 因為即便是好的業 都是染污的 因為它會用完的 所以業就是一種侮辱 所以即便你在做的是好的事情 它都會用完的 你的身體會用完的 會耗起了,會毀損的 你美好的這個 身體是來自於好的業 但不是那麼好的業 因為你的身體最終還是會一一的毀壞 所以事情毀壞的時候 身體壞的時候 你就要去探生 然後逐一的慢慢的毀壞 變老 所以這個就是憂鬱怎麼產生 一個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家 做了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為什麼老人自殺的機率比年輕人更多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不想要成為家人的負擔累贅 他們不想要成為家人的累贅 他們不想要成為家人的累贅 然後 這個心理學家就接到電話 去座談會裡面去講述這個概念 在座談會裡面 她在講述的時候 接到這個電話 她的媽媽試圖要接到這個電話 自殺 這個心理學家自己的媽媽 在她講述的過程當中 就想要自殺 但她沒有成功 所以醫院就打了電話來 所以她就結束了這個講座 然後衝進院去看她媽媽 她就說 媽媽,我是這個世界最著名的心理學家 然後我在這旁邊的房子老的自殺是很有名的 但你既然自殺 你覺得這會對我的事業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她就說 不行啊,老的真的很難受 我受不了了 你覺得我會花很多的時間照顧你嗎? 每一次你試著要解決一個問題 另外一件事情就產生了 所以她就說 問題就是 一切就是所有的同一時間毀壞 你是說 你逐一的毀壞 不是的,你就忽然之間生病了 然後這邊壞了 然後明天又壞了什麼 這個速度 速度是忽然加速的 很快的 然後一切就毀壞了 然後眼睛不管用了 耳朵不管用 不管用了 總之啊,為什麼我要說這些呢? 這就是我們說的混合液 所以傳統來說 我們不會說佛陀 佛陀的身體 我們說它是 液產生的 我們說它是 兩個滋糧都圓滿 而產生佛陀的身體 跟佛陀的意識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滋糧 有沒有更深層的意識呢? 很難 其實是有 Tim說我講太快了,抱歉 就是咖啡跟早晨在等著我 所以我講快些 你們有曾經想到 曾經去 閃過嗎? 為什麼我們會選 液這個字呢? 當我們在說佛陀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滋糧就不講液了 中科巴就說,對呀,你是對的 是很奇怪 當我們說兩個滋糧的時候 它有更深層的含義 然後我再花兩分鐘的時間來講 它有更深層的含義 兩個滋糧有更深的含義 它說那是什麼含義啊? 這是很有名的 米勒大師的一個寄送 當我們說 當我們說 能夠擁有佛陀的身體 這個滋糧 這個滋糧就是完美的擁抱 完美的擁抱 指的是這個滋糧的意思 Samb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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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是攝帶 Bertha 比如說帶著你的累穗 西班牙文太太是什麼? 怎麼發音呢? Sambhara 哦,漢文裡面是說是Bertha 這個意思是 太太就是先生要帶在身上的 這是西班牙文的意思 梵文裡面呢 就是 西班牙文 你得帶著 意思是說 你得要支撐他們 支持他們 那這個就是古經典裡面的Bertha Sambhara 你得帶著它 所以中喀巴大師說 不要忘記了 Bertha 意思是說去保持 去擁抱 去保有 所以當我們說 擁有兩個滋糧 當我們在課後 下課的時候 開始唱這些回送你的跡象的時候 願我能夠圓滿兩個福德跟智慧的滋糧 不要想說 我們投入很多資金 足夠的資金 我們就可以成功 這不是資良的意思 資良的意思是說 你的智慧的理解更深 你的業更深 你的福德 你的智慧 是非常圓滿的 圓滿到一個程度 是完美的擁抱 讓你成為那個福德 讓你成為那個福德 你成為那個福德 你成為那個智慧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福德智慧 兩之兩的意識 好嗎?很美的 好,讓我們一起來唱回向文 Tim 我們來唱一個課後的回向文 Let's do both 電視頻 Yay! Yay